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0060回 硝烟的掌风轻飘飘落在三天尊的身上 在接触的一瞬间呢 后者的身体瞬间赤红 一股极端可怕的高温自己体内弥漫开来 令得他疯狂的丝毫起来 然而豪声刚刚传出 火焰便是从其蹊跷中喷射而出 在这等高温火焰之下呀 三天尊的身体迅速化为灰烬 见到硝烟一掌如此恐怖 那古幽也察觉到一股寒意 自脚底涌上脑门 前者平静的脸庞在此刻在他看来啊 却是要比恶魔还要可怕 古幽心中无比的后悔 扬虎为患啊 早知今日当初我应该直接请命出来 把这小子除掉 早在好几年前古幽就有机会前去抓捕硝烟 但那个时候呢 他嫌弃对手太弱 所以呢 就抛给了别人 哪里想到这一抛 把他的小命给抛了 陪他去吧 硝烟的目光平静的注视着古幽 他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后者的前面 一掌伸出 面对着硝烟那白气纠长的手掌 而古幽浑身都冰凉了下来 硝烟掌风极其的迅猛 然而就在其手掌即将落在古幽身体上的时候 他身旁的空间突然狠狠的震荡了起来 一只干枯而苍老 如同魔神般漆黑的手臂子 几种闪电般的探处 在那条漆黑手臂出现的时候 硝烟眼瞳骤然一缩 魂足斗圣 哼 终于出现了 漆黑的手臂子空间裂缝中探处 这条手臂极为的干枯 就如同一层薄薄的黑皮 包裹着骨头似的没有肉 在那干巴巴的皮肤上 还隐约看到 一些渗透着黑气的诡异的纹路 这条手臂一出现 仿佛此处的光线都变得暗淡起来 一种诡异的吸引力 自手臂中弥漫而出 仿佛叫把人的灵魂 都吸引了过去 硝烟的面色 在这两条手臂出现的时候 就彻底的凝重了 而伴随其星面一转 那不远处悬浮在天空上的火焰黑盘 突然嗖的一声暴力而来 最后化为巴掌大小 贴于其拳头之上 然后一拳便狠狠地轰出 就听到砰 火焰黑盘重重地和那漆黑的拳头相撞 密密麻麻的黑色光线顿十次其中飙射 将那条手臂包裹而尽 对于这些黑色的光线 那手臂的主人明显也相当谨慎 皮肤上的黑色纹路急速地蠕动 最后如同苏醒的毒蛇一般 暴射出手 与那黑色光线撞击在一起 然而两者在凶狠的对碰之中 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两者湮灭那黑色手臂 突然猛地朝前一探 一把便把那火焰黑盘震退而去 旋即一把抓住古幽 与此同时 那空间裂缝迅速地扩散 犀利暴涌 把那古幽迅速想吸走 想走 健壮 硝烟的眼神微寒 他虽然不明白这位浑电的斗圣 不肯现身是为什么 但却并不想让他如此顺利 就把古幽救走 当下脚步迅速前踏几步 手指快若闪电的 在古幽的身体上随意地点了几下 后者的皮肤都爆炸开来 那些弥漫在身体表面的雄魂斗气啊 并未对那种灵力炙热的进风造成阻碍 被硝烟在身体上戳了几个鲜血直流的血窟窿 那古幽在七里的惨叫声中 面色煞白 留在这儿吧 对于古幽七里的惨叫声 硝烟却是一声冷笑 手指猛的一拐 如同奔雷一般直指前者的额头 这一下若是戳中点钟 那恐怖的力道瞬间就会让那古幽闹得如同落地的西瓜一般 你这小辈居然得寸进尺 面对着小妍步步紧逼的杀招 那漆黑的空间裂缝中终于响起了一道 弥漫着苍老的冷鹤声 那抓着古幽肩膀的黑色手臂 一用力就将这迅速扯进了裂缝 而与此同时 这位神秘的斗圣 也迅速探出一根漆黑的手指 最后和硝烟那只重重的碰在一起 就听到碰 两指相对 一股骇人的能量风暴顿时次 双指处席卷开来 周遭百丈内的虚无空间 直接被生生的震的崩塌下来 双指相对 硝烟的脚步也一阵击退了好几步 方才站稳 目光冷冷的望着那漆黑的手指 此刻后者那漆黑的手指已经变得红了起来 想来应该也是被一火所致 小贝修要得意 让你强到如此 的确是我魂族时刻 但莫以为到了斗圣 我魂族就怕了你 想要救你的父亲肖战 便来来我魂界 老夫等着你 漆黑的手臂上黑气凌绕 旋即迅速退回了空间裂缝中 放心吧 那个地方我迟早会去的 硝烟望着漆黑的空间裂缝冷笑着 他并没有莽撞地冲进裂缝 对于魂族的实力他没有自豪的怀疑 虽说如今他达到了斗圣 但却不代表着他能够肆无忌惮 当年先祖萧璇斗圣巅峰的实力 都被魂族强者群殴陨落 更何况他现在这个一心斗圣呢 当然了 心中的忌惮可谓疏人不疏阵 萧炎嘴上却丝毫不落下风 狂妄自大 若非一些因故限制老夫 今日就可把你斩杀 免得日后麻烦 对于萧炎这种冷笑 那空间裂缝这种人啊 明显也是动怒了 他冷喝了一声 玄旗不再做什么纠缠 一股黑气自空间裂缝中涌现 玄旗那裂缝 便在无数道目光中 局速的变小 直至最后完全消散了 伴随着空间裂缝的消失 一道若有若无的阴冷之声 透过空间 徐徐传进萧炎的耳中 萧炎 不管你如何挣扎 最终你还是会成为我 浑族的阶下之囚 你先祖如此 你也逃不了 萧炎面色冷漠的 望着空间裂缝消失的地方 目光闪烁 这魂族强者果然是诡异莫测呀 星界的空间 早在金钱便被他封锁 没想到 还是被魂族斗盛 穿透进来把谷游救走了 萧炎若有所思 先前那个人 恐怕至少也是一位处于一星斗圣顶峰的存在 不过就是不知道 他是否是那所谓的大天尊了 如今的萧炎只是处于一星斗圣出击层次 比起此人倒是弱胜不少 不过借助着一伙之力真要拼起来 萧炎也不怕他 如今突破到斗圣 想必魂族不会再像以前那般无视于我 如果他们真要有什么手段要施展 想必会派真正的强者来了 萧炎的目光一闪 心中多了一些慎重 他能够预料到 如果下次再见到魂族的人 那么必将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心中轻吐了一口气 萧炎转过身来 望向星界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星云阁弟子和长老 此刻的他都被先前那般恐怖的争斗 震得鸭血无声 萧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星界 淡淡的声音在每个人耳中响起 各位长老 各自其职 整顿残渠 有伤员迅速疗伤 各弟子操练依旧 是 听了萧炎的话 所有人都连忙攻身应试 这一战呢 萧炎在星云阁的声望无疑达到了顶峰 拥有着真正斗胜的实力呢 足以让任何人对其心悦臣服 见到那些各自分开的人流 萧炎身形一动 再次出现在广场上 此刻的药老和彩林等人 面色已经好了许多 想来应该是单药的功效吧 萧炎快步上前说 老师 彩林 你没事吧 哈哈 不碍事 药老笑着摆了摆手 目光欣慰地在萧炎身上扫动着 脸庞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笑容 药老有些感叹的轻声说道 现在的你终于是超越为师了呀 第一次见到萧炎的时候 萧炎还只是一个 背负着屈辱之名的家族废物 然而这么多年来 当年的少年却以一种 让人动容的毅力 一步步地走来 这之间所承受的压力和痛楚 没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岁月流逝 除鹰终于翱翔九天 如今的他也算寄身于 这斗西大陆最为边峰的阶层了 一方剧情 恋丹宗师 当年被称为废物的少年 所取得的荣耀 即便是那完美的天才 都有些黯然失色 药老抬头问道 先前出手的人 应该是魂殿的斗圣吧 对 他实力很强 不过他似乎有什么固体 并不敢现身与我相见 对于此 药老爷有些疑惑 先前那位魂族斗圣 若是出手 硝烟 必将会陷入一场苦战 但让得他诧异的是 那个人竟然只执着地 把谷佑救走 不论硝烟再如何地感激他 他都不肯现身 想来想去 药老只能这么说 想必那家伙受到这么限制了吧 硝烟 微微地点了点头 也不在这上面呢 做什么纠缠 轻声说道 老师 先回阁中吧 然后我把这两年的事 和您说说 药老点了点头 在硝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然后一行人 便对着星云阁内 主阁所在的方向 迅速地掠去 星云阁主阁 在一座大殿中 药老硝烟等人分析而坐 后者安静地听着小一仙等人 将这两年所发生的事情 一件件的娓娓到来 明和蒙嘛 听到的明和盟 居然是由天明宗等宗派势力 联合而成 小阴脸庞上略过一抹寒意 如今啊 天明老妖陨落在你手 而且还有明和盟 大部分的强者都葬身于此 日后他们不足为虑了 不过有仇不报 但显得我们太软弱 所以等星界残局收拾好 我亲自带人 把他们灭了 其余那些加入明和盟的宗派 一个都不放过 药老眼中 有着寒意闪烁 这一次如果不是萧炎出关即时 星云阁恐怕就真的毁在了明和盟手里了 萧炎微微点头 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屏了之后缓缓地说 明和盟已是小患了 但以我们星云阁的势力 依旧无法和魂殿抗衡 看来 我们或许得学学天明宗他们 组建一个真正的大联盟了 联盟 文言 药老等人都是一惊 玄机若有所思 萧炎微微点头轻声说道 对 不提魂阻光说魂殿吧 他们的实力便足以让星云阁仰视 我们星云阁与他们几乎是水火不容 以后真正火拼起来 想必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而光以我们星云阁的实力 所以真到了那一步 恐怕我们落败的几率会非常的大 所以要和魂殿抗衡 就必须寻求盟友啊 彩琳 微微地猝眉说 这个怕是不容易啊 魂殿势力太强了 除了我们 谁敢跟他们对着干呢 哼 正是因为魂殿太强了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的 那些家伙为了收集灵魂 也干了不少人神共愤的事 就比如说丹塔吧 对他们就是恨之入骨 若非忌惮魂殿实力的话 恐怕早就召集人手 跟他们拼起来了 魂殿最喜欢的便是收集巨大的灵魂 而灵魂中越为强大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炼药师 这些年来啊 中州也不知道有多少炼药师 被魂殿暗中下手 这些事情丹塔也知道 只不过一直忍着不发 小一仙迟疑的说 丹塔的实力倒也是不弱 但丹塔三大巨头 应该仅仅是斗尊巅峰吧 这种实力 对于魂殿来说 也没有太大威胁啊 要老突然摇了摇头 这些都是丹塔的外部力量 若只有这些能耐 丹塔凭什么成为 那要是心中的圣地 又凭什么和魂殿并列啊 对于丹塔 这自然是要老最为了解了 而且在硝烟闭关当中 玄空子的老家伙 也终于进入半圣 虽然只是出击半圣 但也算实力大涨啊 好 玄空子前辈 也进入半圣了吗 萧延听得到有些诧异 他沉吟了一下说 我似乎听玄空子前辈提过 丹塔三大巨头 曾经与魂殿店主交过手 若是以前对于魂殿还不了解 对于这话呢 萧延或许会相信 但到了现在这话 却让他们有些不小的质疑 魂殿中啊 光是这奥尔天尊 就达到了高级半圣的实力 那更加神秘莫测的魂殿店主 必然比谷优更强啊 那这种实力玄公子 他们三个人 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啊 这道不讲 不过那并非是 真正的魂殿店主本尊 而只是他的一道灵魂 附在一位魂殿强者的身上 与他们交过手而已 而且即便如此 那三个家伙也是惨败的厉害啊 此事你不要在他们三人面前提提 免得他们难堪 笑声落下 要老的目光看向小一仙等人说 常人啊 指之丹塔 却不知在丹塔之中 还有一个小丹塔 小丹塔 听了此话 不仅小一仙等人一争 就连消炎都一脸的恶然 显然 他也是第一次听过这所谓的 小丹塔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 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桑琼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 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h督